我 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帅哥 男孩子在外面 也要好好保护自己 你穿着花衬衫 难怪那个后会要调戏你 这位小姐 我穿什么是我的自由吧 这人怎么这么奇怪 帮你也不是说谢谢 哼 啊 迟到了 我叫李小野 是一个刚入行的化妆师 最大的梦想是拥有一个专业的化妆室 那里面大牌化妆品应有尽有 这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 小野 你刚去哪里了 怎么电话一直打不起来 好了 早上好 公家车太急了 我没看手机有什么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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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好 我看行 就你了 女主头睡凉了 记得上吧 蛤 我 上节目 上节目 小野 我不行 我只是个化妆助理 马上就要开拍了 那个女嘉宾她也是个美妆国主 你也是化妆师 母亲合理有什么不行的 等一会儿 我叫那个 处理给你一个台本 照着眼 导演 你要不再找找人吧 我有点紧张 而且我们不会谈恋爱 公司 按假并且 前面两期 录的人不是我 这样换掉不大法 你是不是法 这个嘉宾的片酬 虽然比不上208万 但是 比起你这个化妆师 还是做得多 前面两期 大不了 不要了 重新 208万 那离我的目标 不是又进了一步 那也不是不能考虑 没钱你就不干了 是吧 真是个小猜谜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懒得管你怎么想 能按时来度这就行 这是新的台本 你看一下 让我开工 欢迎大家来到 全新的烈音乐综艺节目 心动预警 接下来 尤其我们的嘉宾登场 李小野 安诚 唐紫耀 瘦丸 大家好 我叫唐紫耀 我还是一名学生 大家好我是安诚 我是一名建筑设计师 大家好 我叫李小野 我原来是一名化妆师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节目 心动预警 是一场充满浪漫气息和生活气息的恋爱中意 节目主 将会不至于一个热心 这是大家第一次见面 所以我们节目主呢 会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见面女 我们请来了专业的造型师为大家做造型 节目的第一个活动是变装晚会 马上开始 那我们化妆晚会的第一位主人公是谁呢 哎 居然是我们的安诚 哇 安诚穿上黑色妆真的好合适呀 而且他真的是一位有才华 又有颜色大帅哥哦 第二位是唐紫耀 哇 你们是扮演天使恶魔吗 看来两位帅哥的类型都非常不一样哦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哦 原来是我们大美女送晚了 不愧是大明星 风格百变可言可甜哦 好了 现在就剩李小野了 不知道她会选择怎么样的装扮呢 请看 哇 原来我们的李小野是不是大美女呢 真是让您惊艳啊 我们的变装晚会现在开始 嗯 嗯 想我谈谈李小野各项全男人 再说着高分鞋上 啊 祝你的也太难了吧 我也想月出208万了 啊 啊 哈哈 又是你啊李小野 你走路不戴眼睛的吗 啊 啊 你的袖子又给我沉下来了 哈哈 哎呀 但是好巧啊 你今天怎么能坐下今年 瞧你的头啊 不好意思吗 我刚没做 做个房子给你们 你才断秀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听说有内置的人都很爱哭 这或不会要哭了吧 那可太丢人了 得赶紧溜 你的断秀不要了呀 这负多少钱 我赔给你嘛 哈哈 怎么看怎么像一次赶回家的小狗狗 小野 笑什么 好巧啊 小炭今天你也没吃这些吗 对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不要叫我小床人 哪有男人愿意说人家小的 哪有男人呢 虽然咱们是节目的CP 但你在我眼里就是个巧屁孩 哈哈 要不要我送你一趟 嗯 那我就麻烦你了 蹭个蹭咱俩 这一匹 为什么都下班了 这一只该不会 假戏真做了吧 都怪李小语 要不是因为他 我也不至于说这么惨的 小野老师 你现在可是我们节目组的大伙人哪 嗯 从人怎么会上 你看这样的照片 天哪 这个好有这么厉害 好有这么厉害 这个好厉害 看这个就是个CP 又想恋爱了 怎么样小野 赵准备给我们节目组 增加了好多热度呢 现在你跟唐老师 可是我们节目组的大伙人哪 没想到 网友还挺热情的 肯定呀 谁不喜欢帅哥和美女呢 就他那么鲁莽 去回家 都得拆家吧 哈喽小唐人 谢谢你等下送我回家 这个奶茶就当吃钱啦 嘿 没事的 你要是不建议 每天送你 这什么好意思 哎 什么要开始 过去吧 嗯 昨天弄换你的衣服 不好意思啊 这个奶茶就当我可以道歉啦 李小野 你挺会给人道歉 一次性买两杯 谢谢你 我不想喝奶茶 哎呀打工不容易嘛 你就大人有大人 收下嘛 嗯 没有下次 好好肯定没有下次 嗯 嗯 你不要 小野 喂 嗯 黄文姐 听说你之前空子饮食 顺便一定在 不要建议哦 哼 本小姐才不喝你的劣质奶茶呢 我喝的都是家里厨师特调的 好吧 关键什么事 科尼奶茶去吧 嗯 欢迎大家来到炼中节目 心动预警 经过仔细的相处 想必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那接下来我们自己新的任务 魅力展示 请各位嘉宾 用自己的才艺 向大家展示自己的魅力吧 那么谁先来呢 我先来吧 我画画吧 我想要李小野当我的模特 嗯 哼 安成你真的是太有才了 我想要把这口画 和你画得不错 哇 你画得真不错耶 那下一个要展示才艺的嘉宾是 我来吧 我是化妆师 我可以挑一个人给他画 啊 既然这样那刚刚你给安成做了模特 这是 他给你做模特怎么样 你可不要乱号 放心吧 安大帅哥 啊 玩不错 详 难道他是 好 展示完各位的魅力之后呢 我们节目组为大家准备了烛光晚餐 有嘉宾们娘娘组队 上一次是小野和安诚一组 紫耀和宋婉一组 那这次我们交换大大 接下来就请大家尽心期待我们的烛光晚餐吧 小唐人 那我们去找位子救吧 好 这这么大 动脑不一样 不管我 看看看 眼中都要看穿了 怎么不把这些变成一把剪刀 把它都剪开呢 别为你救我多好 你看看唐紫耀 笑得多开心 有本事追上去啊 追什么追 嘴上说是不要 身体还是蛮丧实的嘛 来 小唐人多吃一点 哦 看你最近没什么食欲 是不饿胃口吗 虽然我不会做饭 但我爸妈做饭可好吃了 下次带你去我家吃 嗯 真好 幸福美满的家庭 是我从小到大不敢奢望的 不过小野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记得你什么 就是你还记不记得那首儿歌 堂子药没人药 爸妈在哪儿不知道 原来真的是你啊 其实刚刚听你唱歌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那个男孩 不过我不太敢劝 那他们后来还有欺负你吗 你怎么也没来找我 我这些年都在找你 直到那天我在片场见到你 唉 我了这么多年相遇 吵出我这么多人朋友 真是相见恨晚呢 什么相见恨晚 你干嘛突然出现 笑话你陪啊 我坐在你旁边很久了 你都看不到我的吗 吃你的饭 别看来看去的 我把我自己赔给你 我才不要你 小野 我们现在认识也不晚了 毕竟来月方长 对吧 哼 以后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来月方长 咱俩是谁说的准呢 那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也经常这样说的 唉 谁真的有小时候了 如果是你家 可能加一份声音而已 我跟你可能没有关系啊 唉 我说你好歹也是安心计划这些人 注意在你的形象吧 形象 怎么了 你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呀 只有我的人从这里都排到法国去了 我这么帅的帅哥就在面前 就要没有忍心动 真是适风日下 忍心不普啊 我发现你尊重 这是放飞自我了 话这么密 我天生身体好 怎么打 没有办法 你不想听 不听不就好了 反倒说 你在乎我 耶 好可轻轻 不说你这不是干事 你 你给我等着 哎 原来你这么有意思啊 小野 你是 我不是意思 没解释 来 小小小吃一口了 谢谢 有 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来到心动逆景 节目组这一期呢 可是没有准备烛光晚餐了 我们的四位嘉宾 来到我们心动小屋 今天的晚餐 加油他们 亲自完成 说起做饭 其实我还挺擅长的 平常我都只在家里做 能查到本小姐的手艺 可是你们的福气哦 哇 文文你好厉害哦 轻起来 小野 你会什么呀 哇 我什么都不会 我只会吃 对 没事 你不会做没关系的 我都会做 你想吃什么跟我说就可以了 不过需要你帮我打下手 好呀 我也可以帮忙 你还说我笨 你不愿意打下手 我会做啊 但是你看我们四个人 都挤在厨房那多不好 也不好让宋婉一个人 做我们四个人的饭吧 所以呢 还是躺弟弟来做 比较合适 也对 安诚说的挺有道理 那我们一起去帮忙吧 那么宋婉和紫耀 既然留下来做饭 那安诚和小野 就自动组成一组 出去购买食材吧 哦 对了 每个人之后一百块的经费 所以要控制在范围之类哦 今天可别站毛手毛脚了 不要再弄坏我的衣服了 好了好了 不要担心了 看看 咱俩还挺有默契的哦 你买这么多青菜 喂猪啊 对啊 喂猪猪 你才是猪呢 等会你可别哭哦 你好先生 一共四百零二元 现金还是手机支付 刷开 嗯 安诚 你这个正为办公交 美女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身上 没有那么多现金 我的钱 都被我老婆收走了 我身上 只有一百块钱了 我已经毫不就没有吃过肉了 她呀 已经是把我公子收走了 我只能每天都吃泡面 你说她是你老婆 对啊 她是我老婆 虽然呢 看着不太像 但其实啊 对我超级狠心的 既然这样 不开那一百块 送多你一块肉吧 谁是你老婆 别忘了我的袖子 你还签我一笔账呢 给假订幸 还有我们安大帅哥 主要站在旁边看 没想到啊 这刀法 这么熟练 如果需要帮忙 可以求我 我没做过这些 不代表我学不会 一个这么优秀的建筑师 连做饭都不会 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吗 建筑师 懂建筑就好了 不会做饭 很正常 好香的吃 嗯只要 你做饭开起来好好吃哦 是吗 来 尝一个 嗯好好吃 好吃多吃点 来那我们一起干杯 庆祝相遇 来干杯 来这是你争选的肉 嗯小爷 我也要吃 你不会自己家吗 那不是不让你 嗯是你的啊 你你说啊 想吃饭的话 欢迎来我家 我跟你说 嗯 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呢 出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但是呢 他们也出过了摩班车 不过没有关系 节目主为大家准备了房间 明天一早 还有新的任务哦 我 我 我 小爷 我 有话要跟你说 你脸是怎么这样 喝多了吗 你小爷 你知道你笑起来 有多危险吗 你不能这样的 你对每个人都是笑秘秘的 像在 讨好别人一样 那你想想想验吗 以后 你能不能只对我一个人想 你假的呗 童子啊 你是不是喜欢你小爷 怎么了 你有意见 如果说 我也喜欢他 你会放弃吗 不会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他 二年级的时候 我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 只有小爷一个人替我出头 他把所有的小孩子都赶走了 还说 会保护我 在那之后 我找了他很久 就是为了 可以保护他 我说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我知道你的身份 身子的路是很难走的 你 能保护好他吗 人都是会长大的 以前的我不信 不代表 现在的游戏 我是不会放弃他 安晨 毕竟 我能让他好好吃饭 对吧 笑了 我也不会放弃他 思药 为什么我喜欢了不喜欢 为什么是小羽 如果腿不需要的话 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 要不要我帮你截肢 这方面 我还是挺有经验的 先给你打上麻药 再之后 切开你的皮肤 我没时间跟你喝 早上起床 拥抱太阳 慢慢的真的亮 瞧你那啥样 啥又耍驸马 要安大帅哥就醒了 你 你要干嘛 你小爷 我 你能不能只对我一个人想 我昨天喝醉酒失态了 不知道你 明不明瞭我的心意 我想每天都这样看着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你扯坏了我的袖子 你要对我负责的 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直接啊 你让我考虑一下 怎么办 李小爷 你好像喜欢上他 就没什么可犹豫的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这样喜欢了就没什么可犹豫的 有什么是我李小爷不敢的 冲啊 安城 我想好了 我是来宣示主权的 从今以后 你 就是我人了 我会对你负责的 好 那 我们接下来 要干嘛呀 我也没有谈过恋爱 不如 哈 哎呀你好笨哦 走路那么慢还老撞墙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追不上你啊 你跑慢点 你快来保护我 给我加血 你看啊我变厉害不是一点点吧 你说的都对 没想到你这样是个菜季 我也不是每收这么菜的 都怪你 怪我 嗯 怪你太好看了 我都来不及开屏幕了 不愧是你啊 还挺自恋 嗯 怎么你都听到了 我又不是笼子 你说了我当然能听见了 哎呀我怎么行动又比脑子快一步了 那 上次泼我奶茶也是 嗯 是这样的 知道了傻瓜 就算你这样我也很喜欢 看什么呢这么开心 看节目呢 网友好有趣哦 你干嘛手机还我 有本事你自己拿 你给我等着 还我 你干嘛手机还我 小刘梅咱让我抱一会 好啊现在谁又抓弄我了 可别让我抓到你啊 这还用谁吗 我剩下来就会哼 瓜瓜 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下节目之后 自己散步 碰到一伙人在追他 当时前后也就受伤了 我赶紧喊警察来了才下方那些人 怎么不去医院呢 紫药不让你去 我没办法只能找你 紫药紫药你醒醒 小爷 你来了 我们去医院吧 不去医院 不去医院 是藤夫人那边干的吗 你不用担心 躺在那边 我帮你记住 患者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肋骨骨折了 需要好好续养 你们谁留下来照顾他 我 我来照顾他 紫药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让你担心了 你家里人 下次可真狠 我连我自己都保护不了 他还要保护小爷 弟弟 小时候我帮你 将来我也会帮你 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弟弟 好 姐姐 你好好休息吧 让孙婉照顾你 既然是下雨的弟弟 那也是我的弟弟 放心吧 不会再有人打扰你的 孙婉 今天谢谢你了 之前跟你说的话 都是吓你的 你是不是知道 昨天下午都没有好好睡觉 好了 别哭了 要是再哭 我还要再跟你讲 你不要说 我不要听 没想到小腾还有这样的声势 他确实不容易 要不是唐家夫人没有所求 他也不至于被接回来 自身子总是很艰难的 可是小腾又做出什么 他还是个孩子呢 他才不是单纯的孩子呢 你在躺下烂的环境下长大 你以为他会多点 你都别吃生命的人说了 大醋汪 好了都听你的 对了 刚刚他跟你说什么 你们两个大男人想好悄悄话 那可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不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 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你的烂熟的路见不平 把刀相对的事 我可没有兴趣 我们说的可是大机密呢 好吧 你别让我抓到 还是被你给抢先了 至少我不抢先 小野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你也看到了 你擦下眼里 只是弟弟 他总是想着保护别人 他总是想着保护别人 但是 我有没能力保护他 既然在一起了 祝你们幸福 你也要保护我小野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他的 倒是你啊 要多看看身边的人呢 你也要保护你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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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如果小野出了什么问题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小野 看着我 怎么了 如果哪天你像堂子要一样 遇到这样的危险 我会疯掉 所以你一定要保护你自己 我也会一直在你身边 小野 遇见你 是我最大的幸运 好吗 安诚遇到你 也是我最大的幸运 我们回家吧 好 我们回家 安诚遇到我手上 你不想他死的话 带着一百万现金 来到被党找我 想到什么话 你懂的 你会保护小野吗 事情我都知道了 哎别这样 你现在自作也没有用 重要的是我们要现在找到小野 具体的事情我已经调赏过了 绑架小野的 是他一年前 替你赶走那个小混 那天晚上 我找人打了他一顿 最后 你找证据把他关进监狱一年 他现在 出来了怀恨在心 复仇了 安诚 你怎么样 你不能被打倒 小野还在等着你啊 我不会放过他的 之前外领查的那个混混 冲着死我自家侦探 冲着死我自家侦探 务必找到他的老巢 我要让他 永远出不来 你出现了 安诚 先我给你拿来 放了 你这样敢玩我 好 小野 我差点以为要失去你了 安诚 你知道我都快吓死了 小野 我以后会保护好你的 展开 好 宋晚 唐公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哦对了送你 陈也 我好像 从来没有推出过这个品牌 其实 这个牌子是安神创 安诚 嗯 陈也 属于安诚的 也属于小野 小野 如果 你现在能看到 该多好 放心吧 小野会看到 对了 我的大明星 今天可是情人节 要不 赏脸吃个饭 小野 今天太阳挺好的 你可以一起来拥抱太阳 小野 你睡太久 我已经 想不清你的笑容 我好想你 小野 你知道 我现在学在打游戏了吗 你要是醒来 可以跟我一起打 陈也 是聚焦于年轻女性的化妆品品牌 她主打的是温暖的色系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品牌 能帮助更多的女性 发现更美的自己 好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没想到 陈也创始人 竟然是这么年轻的帅哥 你好啊 你好 叔叔见面 摸个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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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